这个女人正在吃饭 一转身的功夫 她的头发就把盘子里的番茄酱 吃得干干净净 此时她还不知道 这头长发已经犯下了十几起命案 其实几个月前 师妹留的还是短发 正是这个缘故 使她在公司里并不受待见 以至于做了四年 依然只是个小助理 毕竟娱乐行业是最注重形象的 新主管很欣赏她的默默无闻 有心想要培养 不过这形象确实让人看见 就想换台 改变就从发型开始 主管给了她一张卡片 推荐她到沙龙会所 据说在那家发廊 就算是秃子 也能给你烫成摇滚男歌手 主管还说她的头发 就是在那做的 到店后 理发师打量了一下师妹 告诉她 你这不是发型的问题 需要先从发质开始 也就是要先直发 直发过程 显然比师妹想象的痛苦 理发师需要像针织毛衣一样 把新发直入头皮 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师妹强忍着 这酸心般的疼痛 终于结束了 望着乌黑亮丽的长发 师妹简直不敢相信 理发师掏出一瓶精油给她 并告诫她 这个头发的发质很娇贵 需要每天用精油护理 但是绝对不能碰睡 回到公司后 师妹发现 所有同事 都用羡慕的眼光 打量着她的绣发 没有人再忽视她 她的心里 美滋滋的 这天师妹的手 不小心被划了一下 口子很响 她并没有在意 还用手抚摸了一下 她的绣发 突然一搓头发 仿佛成精一般 竟疯狂地舔失她的伤口 甚至晚上吃饭时 头发竟把盘子里的番茄酱 吸收得一干二净 师妹很是疑惑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这时 房东来催房租 见师妹一个人住 便打起了歪主意 没关系 交不出钱可以 但我要邀请你 和我共同探讨 高等生命繁殖 和双人运动体系 时间就是现在 地点就在你的卧室 师妹慌了 她先找借口离开 然后打起抽屉里的小刀 趁房东不备 扎上了她的肩膀 血腥味刺激了头发 他们再度决心 争先恐后地 钻入到房东的伤口里 这一幕不禁让我想起 航海王热血战线中 望马尔萨斯的一见所猴 先是稳住战敌 又是猛的一刀 干净利索 不留痕迹 这痛快的打击感 让人十分上头 可以点击左下方 一起来组队征服大海吧 航海王热血航线 次于22日公测